这站西路是一条独具特色的服装商业街 有大约4000家商户在这里经营 记者日前在这里采访时发现 这条商业街上扒手的活动十分猖獗 看 这位小姐捧着货物 身上的皮包就成了小偷的目标 而这位是顾着打电话 皮包就被打开了 虽然后来察觉到了 但身后有好几位大汉 也是感动不敢言 附近的商家都说 他们和顾客在这里都遭遇过扒手 一些店主还告诉记者 虽然这里有保安巡查 但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恶劣的治安环境 已经影响了商业街的进一步发展 张强呼吁有关部门 能够尽快对这里的治安进行彻底整治 广东汉头海关日前查获一起走私香烟大案 缴获走私香烟2000多件 案值近千万元 汉头海关在交道情报后 立即部署机私艇出海 经过20多个小时的稽查 终于在广东南澳岛附近海域 成功截获一艘三五铁客船 从船上起货走私入境的三五牌等香烟2000多件 抓获涉案人员5名 据交代 这批香烟从菲律宾装运起航 准备运到广东饶平县海山附近海域偷卸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作为互联网的主要收入之一 去年我国网络广告的营业额达到了10亿8千万 据中国广告协会的专家预测 未来几年 五国网络广告还将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 然而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 网络广告巨猛发展的同时 各种骚扰虚假广告也在迅速蔓延 如今只要登陆互联网 国内很多网站的页面上 就会弹出或游动着各式各样的广告 记者随即打开一家国内的门户网站 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就出现了五个不同形式的网络广告 你觉得新大网络广告怎么做 人人还烦 怎么呢 北京市最新的一项监测结果显示 在监测的2700多条网络广告中 有116条网络广告涉嫌违法 违法率已经超过了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广告 网络广告违法的主要表现是虚假宣传 一些房地产广告中信息描述不清 夸大宣传 医疗类网络广告中使用医生患者名义 发布虚假信息等情况较为突出 保险品的广告里 不能出现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 比如它不能宣传疗效 不能出现医生患者的形象 不能以这种患者的这种形象做广告 例如这一条广告 我们的系统就监造了它里边 包含了我们的违法关键字 因为我们的人工确认 我们发现它确实违法了广告法 由于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 范围广发布灵活等特点 因此违法网络广告与传统违法广告相比 更具有危害性 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有一台电脑 有个网子上网的这种线路 你就可以让世界各地的网站 所以它这种范围非常广 如果它是违法的 那么可能它的影响范围会更广 危害性会更大 针对互联网广告存在的问题 有关专家建议 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相应的网络广告管理法规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移步 关于网络广告管理的法律法规 现行的广告法制定于1995年 而我国的网络广告出现在1998年 各地的广告监管部门 大部分并未把网络广告 列入日常的监管范围 只有个别地区 颁布的区域性的网络广告管理规定 作为最早发布 网络广告管理办法的北京 在对网络广告监管的过程中 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网络广告管理办法 它是北京市的 或者说是北京市工商局的 一个规范性文件 那么作为对规范整个市场来说 它的作用 或者说它从法律的级别上 它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上升到 一个更高的级别 或者说在广告法修改的时候 能够把网络广告纳入进去 记者了解到 国家工商总局 目前正着手制定 网络广告相关管理条例 以使网络广告 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今天的 我们要实现三个方法 一个第一 三个方法就是我们的GDP 经济总要翻一翻 要400亿达到800亿以上 第二个就是 财政收入翻一翻 达到80亿以上 第三个就是 成长军民收入翻一翻 成长军民收入达到16000 军民收入达到6000块 市里头有些干部的话 也说 抢得这么高的指标 是不是就不是 是不是不是实时求是了 但牛说就这么看 他说难道慢发展 就是实时求是的吗 关键看我们的优势 关键看我们如何来抓住机遇 牛育如和市委一般人 把忽视完成各项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放在了扩大招商引资上 为此他废寝忘食 日夜奔波 这是牛育如的工作日志 我跟他三两 在牛育如身边工作人员 李李的工作日志上 有这样一段记载 3月20号 从忽视到北京转机成都 与有关单位洽谈 21号飞深圳前往珠海考察企业 晚上返回深圳 22号与相关部门会谈 参观考察企业 当天乘机经北京去银川 晚上10点考察银川量化工程 23号考察银川城市建设 下午前往乌海考察 连夜坐火车返回忽视 24号上午向市委汇报出行收获 牛育如五天跑了五个城市 从南到北 行程上万公里 像我跟他差20多岁 我都感觉到身心疲惫 非常的劳累 他不可能不累 我觉得他心里有那么一团火 他想使胡适的经济社会发展 发展得更快 更好 牛育如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一个蒙古族家庭 有人说他血液中充满了激情 一次一个著名企业家 为试探牛育如的诚意 说蒙古族人能喝酒 你要是能把这瓶酒喝下 我就再忽视建长 为争取投资 牛育如一口气喝下了一斤白酒 真情 豪情 感召天下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有十几家大中企业 洛呼和浩特 直接投资达170亿元 明年的话我们的经济总量 就能够完成600个亿 明年就能够完成800个亿 可以说牛育如当时设计 这个目标堂提前两年就能够实现 过度劳累使牛育如住进了医院 经检查确定为结肠癌肝转移 担任牛育如主治医生的胡迈说 牛育如的病房就像个办公室 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说是为了工作 不顾身体的情况的这种病人 到晚期的时候他的身体情况 已经不允许他离院了 那么他甚至要对他身边工作人员说 请你们吃个饭呀这种情况呀 说让我能回去 我确实被他的精神感动 住院期间 牛育如曾三次回到胡适 6月13号 刚刚手术一个月的牛育如 认着疼痛 奔走在胡适的重点工程工地上 眉宇间的阵阵抽动 已经无法掩饰病痛对他的折磨 6月28号 化疗期间的牛育如再次回到胡适 检查正在施工的新华广场 腹肿的双脚已经穿不了皮鞋 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换上了布鞋 7月12号 牛育如生前最后一次回到胡和浩特 那时他的体重已下降到110斤 但他仍坚持要参加胡和浩特 9届6次全委会 这一天 他穿上了自己平时最喜欢的这件西装 从画面上看 西装已比往日肥大了许多 面部有些脱象 但精神依然饱满 他瘦的整个两个肩部 就像是穿上衣服以后 就从后面看就像没有胳膊一样的那种感觉 他说要是那样的话 他说我里头在加秋衣吧 我说这么热的天气 你怎么讲话 你不得昏倒吗 会上牛育如激情澎湃的讲了两小时十分钟 这和机械在燕台投建的又一家大型企业 那今年6月份他刚刚开始投建一期工程 年生产能力达到400台 现在他们又在加紧筹建二期工程 将使他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台 现在因为我们的到来 我们的配套企业 韩国的伊林油压和东西鸡店两家企业 各自分包信访的乡村进行现场接访 今天在唐县黄金玉村 村民蔡惠民蔡旺州 向现场接访的干部反映 这个村缺水十分严重 请求上级给予支持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 有关部门则成县水利局 从扶贫资金中拿出15万元 帮助村民打一眼深水井 解决群众饮水难的问题 今天咱们遇到那么多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这些问题就解决不好 可能到时候弄不好 可能还出现新的上方问题 为了现实做好信访工作 保定市要求各级干部 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 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 化解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他们把依法信访 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明确规定 各级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 主管领导干部是直接责任人 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 反正就接着 吃饭把哈欠 他这么一人 每次他都跟我们 住同样的标准间 我们觉得像他这个级别领导 应该给住个 安排一个套间 让可能见到客人 什么更加体面一些 显得气派一点 但是他给我们讲 说我们自治区不够忽视 毕竟不是发达地区 不是很富裕 能省一点水 有人说牛玉如抠门 可李里却给我们讲述了 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1年冬天 牛玉如从报纸上 看到有一家人 因为治病 生活陷入困境 他当即拿出1000元 嘱咐说 去看一看 如果情况属实 就把钱留下 但不要留姓名 一些当地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也曾多方寻找这位好心人 但依然没有结果 通过就是这几天我开了报纸 开了电视 我才知道是 咱们的 牛书记 他给决心的这些钱快钱 他决心的让我找什么 很多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走到了这个门口 但最终没能走进这个院落 以致在牛玉如追到大会上 很多干部和企业家 才第一次见到 牛玉如的妻子谢丽 牛玉如并非无情无义 作为一把手 他没有时间更多地顾及家庭 可是每当牛玉如到外地考察 洽谈 却总忘不了给妻子和孩子 买些衣服和学习用品 这也就成了全家最快乐的时刻 他说的 西丽你现在多理解我点 等我退休以后 我好好在家里陪着你们 到时候咱们出去旅游 我拿车拉上你们 咱们走在哪呢 就是愿意住在哪呢 就住在哪 在妻子谢丽的记忆中 面对工作的重压 牛玉如没掉过来